又到了问题与讨论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会有两题 第一题是请检视您自己与您的伴侣的沟通五分类 及一负四类型各属于哪一种 第二题再请您用一周的时间来改善您自己 的沟通特性 然后改变沟通是不是很困难 您的困难点又在哪里呢 请同学到讨论区来发表您的看法